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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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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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在第二现场啊 我觉得我还是在第二现场比较好 我觉得我去第一现场会比较尴尬 你怎么还戴着墨镜呢 其实说实话我今天来到这儿也是因为 出于对这两位在场的三个女人的负责 所以我才来的 所以我不想让太多的人见 但你老躲在后面也不是个事啊 来我来问你几个问题 大海 你到底爱谁啊 那一定是美成啊 大海 你怎么能这样呢 天天这么好的女孩 刚编导说 您儿子怕面对这么多人 所以呢 他想单独跟您一个人说 他儿子还算挺聪明的 知道正洁就在他那儿 没必要面对天天 那你们俩休息一会儿吧 为什么觉得你一定要跟妈妈谈 我觉得这个事情从而到尾 为什么今天会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原因 都是因为我妈 接下来舞台交给大海 接下来是大海的告白时间 妈 其实这段话我已经想跟你说很久了 就是我每次不管说什么 你都是打断我 然后你就会把你的想法藏加在我的身上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 为什么你就不能认诊认真真自信的听听我说 我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们都自己处理 天天的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把天天请开了 我当面跟她道歉 首先我承认 在跟你交往的同时 认识了美臣之后 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在同时交往 这是我的不对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你是我儿子啊 我想说让咱们决裂是吧 但是我想说 我觉得我妈不拒绝 不阻碍 已经算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谢谢 我去找我的幸福了 谢谢